好 稍微焦點要來看到就是呢 今天在金門發生了這麼一起嚴重車禍 金門有一名裝性的砂石車駕駛 他在行津四圍路 還有博村路的十字路口的時候呢 先是撞上了一輛轎車 緊接著又波及到了前方的公車 結果這一撞造成了十一個人受傷 甚至還有人的牙齒都被撞斷了 不過還好呢 並沒有造成嚴重的傷亡 那麼目前相關單位呢 是已經發給每一位乘客兩千元的慰問金 後續還會有保險理賠 十字路口來了三輛車 公車先減速確認狀況 但砂石車卻直直撞了過來 還夾擊一台白色轎車 一路撞上公車才停下來 事發現長滿地車殼碎片 擋風玻璃嚴重破損 公車內血跡斑斑地上 還有長長的煞車痕跡 遭撞的白色轎車掉進路邊的壕溝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相當的大 這起意外就發生在金門四圍路 和博村路的交叉路口 這個路口沒有紅綠燈 當時三台車輛都是要執行 疑似是沒有禮讓右方來車 才會發生這起意外 受傷的11人中有一名小嬰兒 另外有一名阿嬤額頭撕裂傷 還有三個人牙齒被撞斷 但到底是誰的問題 根據規定在沒有路登的路口 同樣都是直行車 以駕駛人角度判定 左方會有失線死角 因此左方車應該要禮讓右方車 但看看當時的畫面 開著砂石車的裝性駕駛 明顯沒有減速力 讓要付較大的沼澤 幸好這場車禍 沒有人喪命 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 華視新聞李文斌事件 沈立榮金門報道